今天下半年以來 中國大型民營企業創辦人紛紛退休 包括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騰訊的馬化騰 以及百度的李彥宏等人都宣布辭去董事長一職 本週一 大陸《新京報》報導稱 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志 將卸任聯想控股董事長職務並宣布退休 而此前 中國順豐速運集團董事長王衛剛 也在上週宣布辭職 據《新傳媒》網站報導 許多中國民營上市公司的老闆 質疑股票借錢爆倉 因資金緊張出現了債務危機 目前已有41家上市民企不得不賣給國資委 報導稱 中共此舉每期名曰 國家為民企紓困 但其實是趁機大規模強推公司合營的政策 從2018年開始以掃黑除惡的名義大肆地打壓搶劫 今年可能馬上2020年年月份開始以查稅的方式 來取決這些企業家的資產 湖北各州市民營企業家蕭運軍表示 中共把私人企業國有化 通過政治鬥爭的方式以各種理由打壓民企 根據大陸金融數據平臺Choice的統計 截至12月9號 今年已完成控股權變更的上市公司的數量 已超過188家 其中41家上市公司的控制人 由個人變更為中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或是地方政府國資委 國資占比高達23%以上 除此之外 截至12月中旬 中國今年已經有至少18家上市公司的 實際控股人被抓捕 其實從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中共已經在國內全面左轉 走向原先的所謂的公有制 國有制的老路線了 也就是所謂的國進民退 這個情況跟當年中共建國之初的公司民營 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況是一模一樣的 台灣企業資深顧問師鐵方宇分析 在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下 中國經濟全面下滑 所以中共企圖將所有的企業都收歸國有 目前這個公司民營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況 其實中共早有計劃 我想中共是分為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中共先利用所謂的結構性改革 也就是供給側改革 將它國企的虧損 轉嫁給它的下游民企廠商 這是第一步 天方宇說 中共的第二步是 當許多民企出現短期資金不足 股票爆倉 急需現金救援時 中共就會出面用金錢利用 那麼第三步 當這些民企急需要短期現金的時候 中共就可以用一個所謂的救世主的身份出現 購入這些面臨經營困難的民企的低價股票 低價買入 詬病這些民企 外界擔憂 中共管控民營企業的手段 正在演變為公私合營 未來中國民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 可能會更加艱難 能不能再做到 儘管 寫 最後 記者 вып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